哈喽文豪你好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金铭大哥好 那文豪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的出版品灰色集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对因为其实上次那一本叫千居其事 那个是一个30岁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好像到另外一个人生阶段 那这一次我觉得是到另外一个阶段是 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讲非黑即白 可是他应该还是有一个灰色地带 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岔出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边缘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色 我觉得是一种青色的结果 我们在甜食在一些日常生活中 不一定说开心的事就是开心 不一定难过就难过 我希望可以反除一些情绪和感受这样子 所以很多事情它背后都有一些 另外一个层次就对 就是表面上的黑跟白 对对对是 所以我这一次写了蛮多是生活的东西 包括最近看到很多的新闻事件 讲到一些关于家庭 关于爱的一些事 我希望可以用自己不一样的角度去写 好然后这本书呢 章节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三个章节 怎么来区分你的创作 是我这一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没有什么却什么都有 我觉得像这个世界一样 人家会说什么事很奇怪 其实不奇怪 每天都在发生 对那甚至有时候我觉得 真实事件比乡图剧还要乡图剧 对那第二个部分是迁居以后 那我是希望可以延续在上一本迁居启示 有蛮多一些生活的一些点滴 包括那时候亲人生病 他们后来怎么了 以及看到一些的那个情况 他们后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第三步我希望都是用两个字去写 是困境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表达是一个情绪 因为本身自己的那个亲人 其实有蛮严重那个忧郁症 那我后来是看到这一些过程里面 我会发现说 它是像是会传染一样 可是我能不能把它内化 转化成另外一种能量这样子 一些负面的东西吗 对对对 然后希望说至少负面以后 可以让它慢慢有一点光彩 不要完全是灰色 对对 然后我发现你这本 这个几乎都是生活观察的部分 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为什么你个人会对生活观察 细节观察的这么敏锐这样子 对因为以前没有发现 现在是有时候看到一件很简单的事物 我就想 我会为了一件很简单的事而开心 像是可能今天看到一个老奶奶 她做了一个某一个举动很贴心 那我会觉得 哇 整天看起来都会非常的开心 就觉得说这是上一辈对下一辈的一种爱护 一种呵护的方式 那我会觉得 以前会觉得是 很多时候理所当然 可是到后来我会去回馈想到 她为什么会这么做 以及在这中间的一些过程 我会反而会反足到一些 人性良善的一些美妙的东西 哦以前会看的比较表面比较单纯就对 对对对 这跟你这一两年工作的经验 或者是生活经验有关系吗 应该有 对因为亲人 他有一个亲人就是 上次千居其事有讲到 他出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车祸 然后后来是还好有抢救回来 可是已经有点半生不遂 然后甚至记忆有一点淡化 那后来再去看到医院 再去看照顾她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另外一种发展的可能 以及另外一个嘱咐 那也是后来得了癌症 那很快的时间 从她生病很痛苦 然后到后来离开 那到后来在世的人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好像我经历另外一个事情 这样子 那工作方面呢有压力吗 工作还是多少一定 可是我觉得工作我会慢慢 调试心态 以前的时候可能觉得工作是工作 那现在我会把工作 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 对因为我自己工作 本身在一个那个协会 去服务一些偏乡的活动 那会看到蛮多的孩子 他们是不带任何的面具 很开心的去笑 很开心去接触 我觉得人性不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太惊了 太把自己给拘腻了 反而会觉得 人家会不会这样想 其实人家可能没有那样想 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这本书特别有两个特定对象 是你有特别为他们写事 那是不是来帮我们先讲 这两个比较特别的对象 为什么会想要为他们创作 是我在这一次创作里面 有一篇写的是罗曼飞 那这个是那时候看了陈怀恩电影 陈怀恩导演的一个电影 叫做曼飞 然后那时候是受到蛮多的一些感触 和另外一部我写的是至七等生 那七等生是台湾文学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小说家 那我觉得他去探究人的存在的意义是蛮有价值的这样的 这两位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 为什么让你特别想要为他们创作 好我先介绍这个一位青年武道家的雕像 罗曼飞小姐 是 是是 那我这边其实后注 这边在这个世纪里面也有提到是 他自小去接触到武道 那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是说 他在后来生病 那甚至在病床上 他仍然自知念念的还是他的学生 然后仍然是他的武道 他没有去想说 自己生病了怎么办 反而他念的是说 他接下来这些孩子该怎么办 所以这件事情反而是最打动我的 和他那个时候好像电影里面有提到 有呈现出来 对离开前的一阵子 那甚至还拖着生病的躯体 然后去看着他们的演出 那他觉得说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怎么样去影响他人 这件事反而是让我最感动的 然后另外一位是七等生 那七等生是一位那个小说家 那那个时候有一篇那个作品叫 我爱黑眼珠 那他用很多的现实 以及很多的虚构的东西 那他是一个现实的人 好像对虚构的人 然后彼此在对话 那甚至说对于存在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的是 其实我是想要借用他在现实与理想 两个东西的冲突 有时候我们想的东西 很美妙 可是事实上想象的东西真的这么美妙吗 那甚至是现实觉得好像生无可恋 可是其实也没有那么说一文不值 其实也蛮多的东西是可以去那个 留下价值的 所以我这边的微题是写到说 他有一次美术课 大家叫他们画一个禁物的写生 那很多人挑苹果 很多人挑水瓶 很多人挑什么东西 就他背着大家 只有他一个人 他就挑了一个 最不起眼的一个小黑瓶去画 那老师问他为什么画 他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种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看到他这样子 对对对是 黑色的小瓶子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这个是一位艺术家 一个是画像 一位是雕像 他们两个都是作品 可是我觉得 无独有偶的 我希望可以写的是 作品之外 他们怎么样去影响其他人 怎么样去感动其他人的一个热情 跟热量这样子 是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文豪来挑 你的创作来浪读 然后来帮我们介绍吧 好 特别想分享的是什么 好 那我特别想分享的是 在我的 如果说在那个灰色级的市集 在34页 有一篇那些明知为爱的 那我能不能也稍微就是 好先帮我们读一下 好 那这一篇的作品 叫做那些明知为爱 其实是那时候到了大午山那边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拉着我们 就是说 知不知道他的故乡在哪里 那我很好奇 那他后来拉着他 拉着我们大家 他用一支笔画着他的手 他跟大家说 这是我的家 这个大午山是我的家乡 这边有祖林 我生长在这个地方 有山有河有水 他介绍所有的部落 那我觉得 哇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些 预先的立场 我们陌生人到他家 可是他很坦诚 跟大家介绍 他爱这个土地 他爱这个家乡的故事 是 那我们先来读 那些明知为爱的 这世界经常闻痛了我 再忧郁到不能我的时刻 你认为什么是爱 为了找寻答案 我带着一把吉他 骑向山 绕过村庄 绕过月光与繁星 来到部落里 遇到一位孩子 我问他 爱是什么 他抓住我的手 摊开 从他们家乡的 故事 画出这座大午山 从我的手心里 伸出千山万岭 到手肘的峭壁 我知道自己的手肘 有点瘦 没办法让你尽情的 建筑各种通道 让更多的游人来访 所以你的画笔 爬到我的肩上 用去眺望 山下的市集风景 从雾起 到雾散去 这就是属于 我们的天空 想起上次 歌在河头的话 慢慢组成 一句又一句 听着山里的法则 本能地 弹起一首轻巧的歌 把错重的情节 安置进去 像一条条 乡间小路 或许蜿蜒 但都是一条途径 碰往另一个方向 从左到右 孩子牵着我的手 走进他的生活 那些明知为家 而喜之为常的味道 那些明知所以为爱的 他直接拿起你的手 画他的家乡 对 对 那你一开始 很意外 吓一跳 因为正常都会说拿白纸 什么之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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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屏东也很远 所以你们是到那个部落去服务 对 所以那时候看到也是觉得 以前 就是回顾到刚才 有些都会自己有个本能的 觉得应该要怎么样 可是我应该打破了这个框架才对 是 帮我讲这个 为什么叫做那些明知为爱的 对 我觉得这个爱 它是一个兽 然后里面是一个心 那个爱就是这样 那其实也就跟这边 我最后讲到 那些是家 他的家乡 他的家族 有了家才会有爱 才会有了这一些 生长出来的这一些情节 那即便很多人都说 你应该要多一点游客 这边有提到 可是他觉得 这些游客什么东西是其次 他最注意的还是 自己的爸爸妈妈 自己的家族 我们就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 那希望可以付出爱在这个地方 是 所以我们看到的爱 跟他们认定的爱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好 我们来再介绍下一首 我希望可以介绍的是 在七十四页有一篇问石 问了一块石头 对 那我副标是写到说 任何的政党 任何的国家大事 都比不上片刻 在病房旁那边的宁静时光 所以他是一个主师 对 三段 三段 那我们就来念第一段 等着你醒来 等着你 拿起手机后 所打开的第一封讯息 已经静静的躺在那里了 那是你熟睡时 偷偷轻放的一个笑容 足以让微弱的光 暗暗亮起 就像我的脆弱 那种手无寸铁的坚强 消去齿轮的崎岖 让自己能视巧的 牵近身旁的齿轮 于是剪去头发 试着让自己轻盈 尽管我们再怎么做 也无法预料这个世界 下一次 不经意的震荡 接着 撕去窗帘 让每一天的黑夜与白天 彻底的淹没房间 再也让我们认不出彼此 悬而未决的脸 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就是你这个 亲人的故事是 对对对 是 然后那时候 他是什么状况 他其实在上一部 那时候提到 他有个蛮严重的 一个车祸 那其实 后来还好有抢救回来 但是救回来以后 已经跟过往的生活 不太一样 因为那是一个意外 就是没有任何的预兆 也没有任何的准备 然后突然间 他醒来以后 很不能接受 这样子的外表 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生活 所以他每天都是 把窗帘 所有的东西都是关的 封闭起来就对 整个人都封闭 是 然后甚至给他饭菜 会非常神奇 都不想吃 那我们其实 旁边看的人 也非常难过 那我觉得说 他好像每天 睁开眼睛 就是很痛苦的一个开始 那只有说在 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 看他静静的睡的 好像那个宁静时光 才是他最安适 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对 然后后来是有一天 突然间他可能 改变了一些想法 他突然跟我们说 今天是几月几号 然后他想要把窗帘打开 那他想要去 看到外面的世界 因为那一天的时候 他刚好可能也是 有看到那个电视新闻 对然后他就看到说 自己应该还是要 接受与病为伍这件事情 所以他慢慢慢慢 就想要试着去走出来 可是我其实在写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样子 在第一步的时候 是他从还不想 完全跟外面的人接触 到慢慢愿意开始 接触这件事情 那第二步的话 其实就是他已经 慢慢开始 想要去接触外面这一些 那他会开始去研究说 那他因为他很喜欢看的 那个争论节目 对 老人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会想办法说 那很好啊 那就开始帮他准备一些手机 自驾 让他可以看 对对对 就开始慢慢 他会找到一些生活的一些乐趣 而不是说每天觉得 起来就觉得 怎么干嘛活着 这种感觉 可是看争论节目 不会越看越气吗 对 所以也相对有趣是 他这个时候反而情绪有起伏 就至少有活力一点 对对对 有情绪有反应就对 是是是对 那姑且不论政党倾向 我是看到是说 在这个事件里面 是看到说 其实这就是一种生活的样貌 是他本来的样貌 对对对 即便他很喜欢煮菜 他知道自己 可能手没有办法举起来 没有办法再喂大家煮菜 可是他还是喜欢看美食节目 喜欢去看说 有一天自己好起来 能够有一个 呃 憧憬 能够有一个远景这样子 那第三步 那第三步 我想到的是 在亲人之外的那个 呃 就我们旁边陪伴的人 嗯 有时候我觉得生病的人 除了生病的这个人本身之外 其实最辛苦是旁边陪伴的人 是啊 嗯 对对 那我会讲到说 甚至有一些可能会退脱责任 甚至有一些可能会 愿意担起这些很 难以去分享 难以去讲的这些苦痛这样子 嗯 所以我这边有提到说 它是一种寂寞 它或许是一种称谓 也是一种寒暄 但是 我们有时候还是觉得走不下去 但依然日子还是每一天再过 我们要如何做到问心无愧这件事 希望说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本身 让人家觉得说 不是在乎人家觉得我怎样 而是在乎说 我做的这件东西 对不对得起我自己这样 嗯 是是 好 然后这个副标 你刚刚有讲到 任何政党国家大师 都比不上片刻在病房上的宁静时光 所以那时候是 呃 外面有一些这个喧嚷的声音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对 然后你那时候是觉得有点讽刺 还是有一点那种 呃 无奈这样子 其实金明大哥真的很内行 呵呵呵呵呵 都有这样的感觉 嗯 外面很多人身 就是裸骨喧嚣在 讲到这一些说国家要 很激情的吗 嗯 对可是我刚刚提到国家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家 它还是一个爱 对 那我们如何用爱这件事情 去回到一个最原始的一个初心 我觉得 在这个房间里面 呃其实它就是一个 用爱去连结的一个小世界 旁边的人可能没有看到不知道 嗯 可是它其实不断在发生这些东西 嗯 是是 所以是蛮无奈的一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外面喊的呼天喊地的 可是在这个房间里 你们却只在意的 这个就是你的亲人的一个状况而已 是是是 嗯 好那文豪里面呢 也有一篇呢 这个呃 是在描述某一个这个面包师傅 然后叫做五宝春 然后是呃 同音不同字 来帮我们介绍 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情特别的有想法 对 因为其实这一次诗集 我写的是蛮多生活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 刚好在生活里面 我写五宝春 那那个五是没有 宝是没有吃宝 我觉得有时候 它在这边我第一段写的是说 它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滴了一个葡萄那样子的暗红色 那大家也知道 白色衣服滴掉了红色的墨子 怎么擦 嗯 越擦就越渗透就越红 这个东西就回不到原来的本质 嗯 而且越擦越越严重 对对对 然后甚至到最后的部分 其实我在想讲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观察 和最近很多 呃 比较敏感 手摇引的那一些部分 嗯 那他可能觉得说自己只是为了生活 为了吃饱肚子 对对 那可是遇到这些事 其实我是希望说表达是一个 呃 无奈 一个生活的一个嘲讽这样子 因为最后他讲到说 他想要找到家乡的地址 哎 却找不到家里面的门牌 因为大家可能左接 左右的那个批评啊 他离开了 哎 就好像就再也走不回家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哦 他可能为了工作 为了生活 去去讨生活 可是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被迫要表态 可是他表态不管他什么立场 总会得罪其中一边人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就表达这些所谓的呃 去做生意人的这些无奈 是是 因为好多都是为了生活 可是遇到怎么样子表达 哎 怎样也不对 嗯 是是 因为总有一边喜欢一边不喜欢 对 其实这样的事件一直有在发生 包括你刚刚讲最新的这个呃 手摇杯的事情也是这样 是 嗯 所以我是希望说 有时候呃 文学我觉得就是应该反映生活 那生活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这样子 那你个人观察到有没有帮他们想到一些 能够怎么样解决的一个方式 呃 就是闭口不谈吗 对沉默是一个方式 嗯 让这个事情过了 可是最近我觉得有时候不是他自己要怎么做 而是他太树大招风 他就算不讲话也是有人会把他挑出来去讲 那我还是回到刚刚在讲的是问心无愧 我觉得他如果自己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 我也不要太去讲 我就继续做该做的事情就好 嗯 因为支持的会支持他 那反对的人反正不管什么理由还是会找到反对他的一个理由这样子 所以你个人对政治还是有一些观察吗 呃会看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生活 对对不敢说什么立场 但是心里面会把这些事情会放在心里面 所以你大部分都是观察看在心里之后就把它变成文学创作就对 对对对对 你个人会在脸书去表达一些立场吗 呃我觉得就记录 有些会用图片有些会用新闻的分享 那我希望用就是像这样文字的实作去记录 哦就不会那么直接就对对对对对 就个影射的一些比较创作式的一个这个分享这样 因为不管正反都会有人再去质疑这样的作品 如果我讲的太明白的话 可是他们有趣的就是这样 他们会各自找到自己阅读的一个角度和方式 对他他会看他想看的部分 去攻击他不想看的地方 就跟电视台选择一样 他一定都会选择说自己可能喜欢的一个论述的方式 可是身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不是有时候会会 有些人会想要避开这些纷扰吗 对自己在自己创立的这个世界里就好了 不要去看太多这种社会这种 因为我们说在我们好像也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我觉得文学就是一种发掘问题的一个方式 可是我会开玩笑 我就说很多文学纪念馆 往往都是在那个作家已经消失离开了 那个火车已经到了终点 他们在帮他建了一个纪念馆 才开始纪念他就对 对对 可是他最重要就还是挖掘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 可能透过政治来解决 但文学可以去挖掘 像很有名一篇 大家可能以前读过背影这一刻 对 看起来是一个父爱和一个孩子的一个故事 可是实际上换个角度想 他的背影是不是会把他的火车 当作是一种新的启蒙思想 爸爸的仓炮马褂 我把它幻想成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 封建遇到了火车 他慢慢已经满山步履 那甚至他买个橘子都是非常难堪的这样的角度 那甚至他已经到了坐上火车 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 新的思想 看到性知道说 爸爸的脚步已经越来越慢了 已经即将败亡了 其实他在讲 我觉得不一定说 只是在讲某个事件 我把它打开来讲 其实他是另外一种想思考的一个方式 你这本书推荐给哪一些读者 有特别针对的一个对象吗 还好 就希望说喜欢诗 喜欢一些可能写一些生活 这个都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这本范围还蛮广泛的 对不对 就是你个人观察 其实还蛮全面的 谢谢 而且我来看 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的日常有关系的 所以主题并没有太刻意的 去找一些冷门的主题来创作 所以这也是你平常生活的一个习惯 看到生活的一些细节 你就会去想要思考怎么来创作 对 我觉得有时候常开玩笑 我觉得生活 有时候工作或是一些琐事 其实它会有个负能量 或是不管是负能量一种能量 都会累积 对拿这个能量给它资源回收 变另外一个创作的材料这样子 所以你这样子 你觉得你这样创作算是快吗 因为你在上一本是2017年 等于是快要两年的时间 又写了这个下一本这样 是是是 所以我就是希望说我自己给自己期许是两年可以有一个创作 那另外每两年就是一个工具的东西 就是像上一本写的是如何创作 如何写作 那希望明年可以出一个是研究论文之类的 对就是两年两年 可能一个创作一片是比较学理这样交叉 交错这样子 是是是出版权有全部在整理过在看过吗 有出版权 有在修过吗 你个人 呃修我比较不会太再特别去修这样子 嗯是是是 来跟我们讲这个疏风创作好不好 好 这个疏风创作你觉得跟你这个灰设计这三个字搭配的怎么样 我觉得太棒了 对因为这个是斑马线文库他们说就是做设计的 对很多设计我觉得都很棒 而且很打到人家的心里面 那外面是很明亮的一个年轮蛋糕 嗯 像我们那个呃左边荣华就是说这是一个左边的韧性 那我觉得这很可爱 因为心里面世界已经够灰暗 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明亮去打动它 那我觉得这个年轮蛋糕的甜味也刚好就是做个硬撑 嗯 而且这个好像是有点这个呃我们摄影技巧那些光影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有点柔焦然后一些光影透出来 然后这个年轮蛋糕是有点浮影的 所以可以摸得出它的这个触感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用心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像最近很多人很喜欢拍旋律 有个魔幻时刻在摄影的话 对我觉得就是它在这样子的光一个氛围 我觉得刚好打到了人家的心里面这样子 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赵文豪为大家介绍他的新式创作灰设计 然后斑马线文库出版 好谢谢 谢谢